进来的日出慢慢变早了 现在重庆的日出时间是六点半 这种早早就天亮的感觉还蛮舒服的 天光亮得久一些 有一种这一天还很充裕的闲情 做事情也不会毛到着急了 更能慢下心来去享受每一个时刻 今年是我们住在山里的第六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山里生活 哈喽大家好我是Fanny 这是龙香腾 还有阳光下的Rachel和南南 今年估计因为天气适宜 鸟儿的活跃程度也非常高 林子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叫声 也在树上看到了一些 以往没见过的鸟类 每天都有点新发现 还真是有趣 我们下期间的万个人 菜园除了蔬菜抽台开花 野花野草也都冒出花朵来 补充了菜园的空档期 让整体的景色看起来满满淡淡 赵冠礼每天早上起来和蔬菜们打个招呼 看看大家是否过得好了 快开花还是快结果 有没有病菌还是虫子骚扰你们呀 还不错那我就放心啦 和狗子们在菜园里玩一玩 一起看看天空和鸟 呼吸一下新一天的空气 最近在养成一个想到什么就做了的习惯 随手一点好习惯 局面就不至于太失控了 生活也可以更身心 好像三十岁过后也有一点点在变成大人的感觉 时不时看到菜床里的野草就要顺手拔掉 不能轻视 不然很快今天他们是一个当宝的小苗 到下一次您看到它时 就会是一个生根大菌铺满整个菜床 那阿克就不好清理了 育下的种子们 黄瓜 丝瓜 玉米 四季豆等等 已经在陆续发芽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们移栽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们移栽了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菜床的土移走 因为我们挖着挖着发现土也不是很够 所以准备把这个把它拿开 然后把这边的土给它挖掉 然后移到我们的花床去 从菜园给花床搬土的工作还在进行中 原有菜床上的菜和土 现在得分配到其他菜床里 同时得给育苗的蔬菜们留好空位 小小的菜园出了体力活 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烧脑的策划工作 这个好可爱 迷你的萝卜 要吃吗 生菜搬至这里吧 这里比较凉快一点 因为它好像是洗凉的 我吃了 握水 握水 三个握水 四个握水 这个好胖啊 奶奶肯定口水都要流出 但是我不会给它吃的 它吃的多 它吃的少 竞争环境比较激烈 这里还有一些走耳根 挖一根出来看看 这个是走耳根吧 咦 我有看到晚上大家都在挖这个 去各种公园挖 没想到我们菜记里也有 这个还挺清香的 闻起来臭臭吃起来怎么还挺清香的 哈哈哈哈 这些好像是野生自己长的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个 但是后面我认得 哦 哇 这个好多啊 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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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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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把菜团拿出来 然后拿个桶 我们把土弄进去 然后分到其他菜团去 好 可以吧 一边 哟哟 打得爽呀 好 哇 嗯响 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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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块一大块的 走 走 走 一二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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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过渡期的菜园 没想到还能做出一大盘沙拉 有咖啡有卖菜 生菜胡萝卜 超级大的香菜 樱桃萝卜还有最近节豆的豌豆 我以前一直以为豌豆有毒素 不能生吃 经年亲身试验 哇 好甜好脆 好好吃 但要挑个头不大不小的 醉嫩了 不然就会吃成硬硬的豌豆子了 它是我们柠檬味的薄荷 也是从去年长的 然后它的叶片 有一股就是柠檬的香味 就是像那个东櫻瓜 香茅味的 然后加这个十字 再来一点柠檬薄荷 是我最喜欢的薄荷品种 时不时和蔬菜一口吃到 香气扑鼻 给沙拉又多加一个维度 好香气扑鼻 厉害吧 马上把握精髓 干碗哪里烫 吸水窝存 撒一点漂亮的花 哦 还有这个羽衣干拦的嘛 我带着我满满的菜去做沙拉了 晚上准备一个小的烧烤 龙香腾捏了牛肉和排骨 烫火背上 准备在星空下烤肉了 这个天气除了气温适宜 还有一大好处 没有蚊子 能在户外吃饭 太美妙了 刚刚拌好 哇 你要吃那种新疆大肉 肉质多汁香嫩 有一点点微辣 烫火的香气 依附在排骨上 拿起来还有点烫手 一口一个香 再配上准备好的蔬菜沙拉 解油还解蜜 不感觉这个碗餐 我们俩还搭搭的挺好的 嗯 碗餐 你要怎么样 蛋 可以吃 来啦 太酥了 你开始它熟醋了 对 sneu 而且我腌的时候 有风油 你腌上了 嗯 油 鲜 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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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后羊还有点迟钝 山里的微风夹着烫火的余温 往脸上扑来又凉爽又暖和 感觉就可以这么在菜园睡去了 希望这样的春日再久一点 大家趁着这样的好天气 多睡好觉多做好梦 下期再见朋友们 拜拜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